日本車市場其實都是SUV和MPV當道 但日本中型豪華房車一直都是遠遠流長 很長的歷史 亦有很多肉價支持 Tiana的前身就是Safiro 由Safiro轉到Tiana的年代 這車一直都影響了很多口碑 雖然它的銷量非常飆平 但買到它的用格 用過它的用格 Feeddeck 亦是非常正面 它是一部很好用 很吸用 很舒適的豪華房車 來到今代二眼 全新改款後 整部車的尺碼大步 長 高 闊 廣闊 今代用了一部2.5公升 但不再用V6 是直四的引擎 173匹 聽起來好像退步了 但我告訴你 其實亦都是車主 為甚麼呢 第一 這部引擎比V6一定是輕很多 輕了的話 放在車頭時轉向一定會更加利落 第二 大家可包 不重要的話 省有26% 其實沒甚麼變 這部引擎 一定是車主著數 今代的Tiana 決意走運動的路線 我開了一陣子 我覺得是成功的 為甚麼呢 上代的Tiana 我會形容為一部舒適的郵輪 坐 無事無趕 很舒服 遇著大浪 你知道會怎樣的 今代的Tiana 它的駕駛感的確比上代好很多 反應 隨心所欲的轉向 它的確能給予你 而最大的好處就是它的懸掛 雖然沒有電子避震 但它的確能做到 舒適和操控兩邊都平衡 我開得開心 坐在後面的乘客 亦不會覺得有任何的不安 一部豪華房車亦有操控的話 這部不贏了 作為豪華房車 設備當然重要 整部車的佈局 我挺喜歡的用料 很漂亮 鎮皮摸下去 亦非常舒適 比較突破一點 我喜歡的就是 它有一個原裝Bose音響系統 九聲度喇叭 Bose音響是以低音出名的 如果你喜歡聽一些重節奏 這套原裝音響已經很適合你了 其次就是我現在坐著這張椅子 有兩段記憶功能 亦有電尾臉 拍車的時候有原裝的拍車鏡頭 及原裝的拍車鏡頭 亦亦有一些藍馬 引擎 徹底拳 起立膏 天窗 貼的設備 至於可能二 三十萬元 給了這麼多東西 我覺得還可以了 在各方面表現 其實都得分十高 但車是不可能完美的 亦有少許瑕疵 例如上一代有一塊很大的天幕 今代離奇消失 正如上一代乘客席會有很舒適的腳踐 今代亦離奇消失 有沒有緊要 你不去比較便沒有分別 順帶一提 現在很多日產所賣的型號 都不是日本製造 例如Cashcry是英國製造 今次的Tiana在哪裏 和香港非常激烈的地方 泰國 又沒有問題 我對著很久沒有發生過任何問題 我硬見到的手工各樣 和日本的出品也沒有什麼分別 正如你買一部梳果電話 都不是美國製造的 問題就好便可以 你在哪裏 哪裏 還有很多人 感谢观看